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好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628-8626 或者是180-431-12316来进行咨询 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与音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答 我省市全国较大的玉米生产基地之一 玉米的价格一直是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 进入2018年下半年玉米涨价 甚至重回一元时代 成了广大农民心中的期盼 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玉米涨疯了 北方港口玉米价格继续上调 随着时间的推移 预计在11月份左右 全国玉米整体价格将突破一块钱一斤 玉米涨疯了 玉米价格将突破一元钱 这些观点在自媒体视频上此起彼伏 日前 小胖和梁琪老师来到了囤里 一同看看玉米行情到底咋样 由于玉米产量基数大 玉米价格每相差一分钱 最后实际的成交价格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而从七毛钱到一块钱 其中三毛钱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 像它这种的话 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应该是多少钱呢 还没谈呢 对 但是我要说出来老百姓肯定不满意了 你觉得说如果 这个它这个价格就是说的 它就是这堆苞米枝子 它这个半胶质量那个 正常我们说就是六毛七八的价格 因为它达到三十岁以外 众所周知 玉米品质 含水量等因素 对价格的影响非常大 而由于今年上半年出现的春汗 很多地区都补种了二茶苗 这也导致粮食品质参差不齐 现在看咱们走这几家这种情况 不管是这个地盘呀 还是这个上楼子玉米 现在这个水分比这个预想呢 要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人十一月七号收的 收的这么晚 我预想这个苞米一定干度得低于 这个什么呢 怎么也是低于三十个岁 现在我的判断真的真的是有误啊 而在其他农户家中 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玉米海水量几乎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而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 玉米的整体价格 现在给你多少钱 现在它给我七毛 七毛 你心里价位是觉得 咱家这波米应该多钱 七毛二 稀售看涨 这是现在我省大多数农民 对玉米价格的态度 而这种态度也让玉米收购商 遇到了无粮可收的状况 今年收粮下屯 就是说老百姓卖的积极性不高 因为今年粮是一是检查 二是这个下屯呢 今天收粮跟往年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粮库自个下屯找粮 从六毛二三毛到七毛了 七毛一二甚至好的有七毛一二的了 他听说十里八村打走一份七里 七毛二的 他这碗信息传的老快的了 老百姓就这么就尺寸 就把粮就都撂到家了 都不想卖 不想出手 市场价格向来就是有涨有跌 玉米价格的短期上涨 不代表长期的走势 农民朋友还是应当理性看待 当前玉米行情 我下来这一看你这个农民 对于市场行情有一个盲目的判断 他就认为你现在就是说 直线就是上扬 其实你这个行情 他判断你什么 人家那个高价 你得看看是哪的 有的是黄桓一南 有的是福建 那都是真正的玉米销区 和玉米产局的是不一样的 北方的玉米运到南方 那还有运费呢 还有仓储费呢 还有交割费呢 所以你听到现在是一块了 一块一了 其实呢 那都不是你作家出售的价 就是真正的南方销区的价 和农民作家出售的价 得差两毛五到三毛甚至 都说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玉米涨价 涨的究竟是干粮还是运费 这些都需要去仔细辨别 正确的判断自己的水分 和当地的价格 一定要理性 不要膨胀 更不要信那些呢 就是咱们现在呀 这个信息来源也太多了 自媒体平台 而且个人的那种信息 是不是 对 要是如果说着 光听那些信息 对自己的粮食 的等级水分的判断 要有误的话 那将来要吃大亏 越放你 恐怕到后期 我现在最担心最担心的 12月中下旬 那么扎堆卖粮的时候 严重的这个降等 压等压价也出现了 一旦扎堆卖粮 挑挑拣拣就多了 看来农民朋友 还是要多多听取 专家的意见科学储粮 掌握好市场 实施出售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那其实啊 玉米收获之后呢 大量的接杆堆积 高老师呢 那干燥的玉米接杆 是不是正好可以作为 黄厨的原料呢 就是现在我们叫黄厨 就是呢 接杆现在分烧一向低了 现在呢 对黄厨饲料来讲呢 现在发展的也比较快 黄厨饲料 现在分很多种 比如说现在我们叫 有叫面包草的 所以面包草什么概念呢 就是把黄的接杆 粉碎之后 然后经过 我们叫什么呢 叫微化处理 蓬化处理 处理完了之后 再变成黄厨 这就是所说的面包草 那么还有呢 就是把黄金肥肝 直接粉了之后 直接加入糖化煤 直接加热之后 直接做成了黄厨饲料 那么这种饲料叫什么呢 叫接杆糟 就是酒糟类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正常的 接杆粉碎之后 直接放上发酵剂之后 进行发酵了 这个叫什么呢 叫微储 就是微生物储藏 那么呢 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呢 应该按照你喂的加续 你想为什么 然后根据它的特点 来选择 比如说我们在粉的过程当中啊 它得长 细 还是宽一点 是软一点 还是怎么样 按照这个来选择 你的黄厨饲料的制作方法 就可以了 那其实除了黄厨之外 还有一种清除饲料 那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清除饲料是什么概念呢 清除饲料现在也分了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是全株清除 就是种出来的苞米 装门是什么呢 作为饲料用的清除苞米 连着苞米 棒的苞米碎了 在它蜡树漆的时候 八月份左右的时候 一切全都粉碎 连苞米一起粉到里面 进行清除 它呢保证它的营养 保证它的各种维生素 同时呢 耐储 储藏的时间也增强了 这是一种 再有一种呢 现在呢 我们大家都在吃黏玉米 黏玉米呢 正好是在清的时候 掰下来的 掰完之后 结杆还是清的 那么呢 我们把这种结杆 噶下来之后 把它粉碎之后 进行清除 这也是清除 那么这两种呢 在营养成分上呢 是有一定区别的 比如说呢 我们全株的清除 这个它的营养成分 可能就要高于 我们普通的 这种清除的营养成分 那么呢 我们要根据 我们喂养的过程当中 一般全株清除 为什么比较多呢 喂一些 比较高级的一些生除 比如说呢 我们喂奶牛 或者那么 我们喂养肥牛 这样的话呢 在育肥期 给一点这个饲料 效果是好的 但平常呢 我们养的母牛 或者其他的牛的话 给一点 这样的清除 完全够用了 特别呢 最近一个时期啊 我们这个清除思老 为什么效果更好了一些呢 喂鹅 还有一部分呢 把它添加到 母猪的思老当中 适当的补充一点 效果也是不错的 好 感谢高老师 我们先聊到这儿 咱们接着往下看 夏秋过后 在前国县 乌兰塔拉乡 西里维子村 出现了不少土坑 上面还有 拖拉基亚国的痕迹 那么这里面 究竟埋的是什么呢 入冬之后 树木落叶 摔草腿敏 本来不太明显的土堆 一下子变得特别乍眼 自打这个坑埋完之后 林春梅总觉得 心里不踏实 挖坑的时间 应该是在 十月一以后吧 把底压平了 压石上 铺上大棚膜 完了之后 往里往里清除 感觉应该这么处的话 能不能烂呢 林春梅告诉记者 眼前这个坑里埋的是 粘玉米的叶子 准备做轻柱饲料 听得出来 林春梅对轻柱饲料 有些期待 还有些担心 据了解 乌兰塔拉乡 养牛养养户比较多 由于当地草场面积较大 多年以来 养殖户主要以放牧为主 把新鲜的玉米叶子 埋到地下 等待明年思维 这种方式 让很多养殖户难以理解 由于这项技术在当地刚刚出现 只有少数养殖户尝试轻柱操作 多数养殖户仍然在观望 但是 引进这项技术的人 却一直没有灰心 通过咱们 增加的这个青柱 辅导他们的这个养殖技术 改变它这个 就牛上山散养 乱跑这种现象 为了让乡亲们 深入了解青柱技术 星树君在年玉米地头 挖了一个较大的青柱窖 把年玉米 甜玉米 收获后的结杆 残与果碎 一起埋到窖里 原来星树君 今年和附近的村民 签订了订单 利用200公顷土地 种植了年玉米和甜玉米 由于年玉米 甜玉米收获时间较早 七八月份的时候 田里就剩下了 青绿的玉米叶和结杆 在调查中 星树君发现 很多养殖户 对这些青绿接杆 特别感兴趣 大家纷纷表示 如果能有效利用 这些接杆 他们种甜年玉米的 积极性还会提高 为此 星树君在这些接杆上 下了功夫 去了丹麦阿拉农场 学习过一次 然后去韩国的 有五六家这个农场 就是系统的 看了一下了解 为提高村民的生产积极性 就付出了这么大的投入 星树君图个什么呢 星树君告诉记者 这里是他的家乡 二十年前 他就是从这里考上大学 外出创业的 二十几年 几年了 家乡 无论从种植结构 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就是想在这方面 多带动 为了改变乡亲的观念 星树君选择了最简单的做法 那就是让村民先受益 在前国县农广校 新型农场主班学习后 决定从当地村民关心的养殖增效入手 大力推广街杆青柱 把希望的种子 埋到了土里 他本身是一个就是 非常有农业情怀的一个人 就是深深爱的这块土地 他对农业 就是对土地 有特殊的一种情感 土地就是农民的梗 也就是农民的魂 土里埋的都是农民的希望 那刚刚的这条片子当中 介绍的就是青柱饲料 那很多朋友也都在担心 玉米街杆埋入土壤当中之后 会发霉腐烂 那么高老师 在整个操作的环节当中 咱们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 特别是这种青柱来讲 它在整个 在整个青柱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呢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有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边 你比如说 你这个接杆 在下来之后 它的含水量是多少 它的糖度是多少 你在用的时候 你把它粉到什么程度 你讲了要喂牛的话 你最起码我们说要求的话 你必须就粉一下 整个的接杆进去土 是肯定不行的 那么呢我们在做这种 青柱的饲料的过程当中 有这么几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 在你挖坑的时候 一定深浅度要掌握好 就是不能挖到水底层 就是上水了 不行 把这个呢 当地的地势 把这个叫深找好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你的蹭膜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做好 绝对不能让它漏土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在你下清楚的 下接杆的时候 接杆在粉的过程当中 你粉到什么程度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点 特别是我刚才说的水分 如果说你这个清煮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刚才说 10月份挖了 10月份开始挖坑 这个时候 接杆的含水量 基本不够了 我们要求青煮和黄煮的含水量 最好的含水量 是在70%左右 最起码得达到65%以上 这个时候呢 水分不够 你要加水 营养糖度不够 你要加一些发酵剂 再一个呢 在压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压食 压食之后了 才能保证正常的发酵 但一个呢 就是再往里头 加料的过程当中 千万千万 不要把土掺进去 就老百姓讲了 所以没太注意 出了个土鲁卡掉进去了 如果这个土鲁卡掉进去之后 你压完了之后 你怎样来明年开轿的时候 这个土鲁卡周边的色料 就全都没变 所以说呢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家呢 就是在轻塑过程当中 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它的技术含量在里面 哪些技术 第一个 你的鲁卡的粉碎的细度 第二个 它的含水量 第三个 你用的鲁卡发酵剂 是什么发酵剂 你像这种轻塑 绝对不能用 糖化煤发酵剂 特别是 在我们起轿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技术含量在里面 什么时候起 起的时候 应该怎么起 然后呢 起轿的过程当中 还要分析一下 这个鲁卡 这个鲁卡到底行不行 也就是说检验一下 如果要是这一轿的鲁卡 如果是不行的话 胃清压除的话 不但你这个 没得到什么好处 可能呢 还要给家具 带来很多的不良倾向 比如说有些 霉菌感染 或者什么这些情况 所以说呢 我们在做轻塑的过程当中 还是那句话 不要忘了技术 那刚老师 这些轻柱饲料 对于牲畜来说 究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营养 咱们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搭配啊 添加其他的营养吗 轻柱饲料呢 一个是保证了 原来轻滤的时候 轻滤的时候 它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咱们所说的维生素 是不是 一些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了 比较好 再一个呢 保证了它轻滤多滋 这是一个现象 再一个呢 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 它可以产生一些菌蛋白 实际上就提高了 阶杆当中的粗蛋白含量 所以它在胃的过程当中 要比阶杆那么胃的效果 要好得多得多 特别呢 它把春秋天的时候 玉米阶杆的一些 维生素营养成分 保存下来了 同时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对于现在环保来讲 它减少了整个的 阶杆的储藏面积 好 感谢高老师 我们先聊到这儿 本来木特联合 专制可谈喘的补费丸 推出买四盒 得五盒优惠活动 省内各大药房 均有销售 抢购电话 043186819900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在双阳 汉血宝马引来游人观赏 马文化助力乡村旅游 在山东 90后小伙养殖水质 年收入几百万元 畜牧专家高光 做客演播室 为您解答畜牧养殖相关问题 乡村四季12316 稍后播出 欢迎回来 本节目由知识酸奶 开创者 军乐保卧长 知识了联合特别播出 天赋化肥 邀您继续关注 乡村四季12316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 序幕专家高光老师 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 想要咨询 现在就可以拨打 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58186288626 或者是18043112316 来进行咨询 同时您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乡村四季的微信群中 直接发送文字与烟图片视频 来咨询您在生产生活当中 遇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地为您解答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 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 话店的朋友说 我有一头母牛 已经代读四个多月了 最近发现又躺脏东西有炎症 如果不打硝烟针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高老师 他这个就是躺脏东西了 他应该现在整整 因为他没太说清楚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不是因为流产了 引起躺的脏东西 还是其他的原因 那么这个呢 把这个搞清楚之后呢 如果不是流产的话 出现这些问题了 多半都是说阴道有炎症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打硝烟针的同时 是硝烟的过程当中 别忘了 适当地用一点保胎的药 下面是一通的吴云霞 五岁多的怀孕母牛 第四胎了 怀孕八个多月 已经有一点胀奶了 请问老师 什么时候能下小牛毒 怀孕的具体日子不太清楚 一般的来讲 牛的整个的妊娠期 大约是在280天到300天之间 这个呢 根据牛的不同品种 和它的不同特点 不同的年龄 上下呢差几天是很正常的 它这个时候呢 已经出现这种 就是分娩前的症状 现在乳房开始发胀 对不对 八个月来讲呢 一般我们是9到10个月左右 这个时候呢 它就注意细心的 把牛照顾好 实际上运动 却是干干净净的 因为它没记得 还有多长时间 它说八个月 八个月 在20天也是八个多月 这个时候呢 就观察好就可以 它这牛的现代来讲 应该还是正常的 问题不是太大 就是把分娩前的一些 接产准备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 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这位朋友您好 您好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我家牛还差两个多月 要下两个月吧 下胆 我先就问问一下 他们我听别人说 有的说是牛要临下胆之前 那玩意说不能喂太饱 我想咨询一下专家 怎么能不能有这种情况 我问一下 你这个 但一个牛衣不愿意下 不愿意下牛衣 是能有什么办法 我问一下 你这个牛是精产牛啊 还是小初产牛 你先下过没有 没有 是小牛 如果小牛的话 还有两个月分娩的时候呢 你要这么几点注意 一个呢 就是看着点它的乳房 也就是说它的乳房 发胀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要适当的 给它用温毛巾呢 给它揉一揉按摩一下 但是不要按摩的太早 再一个呢 这种牛呢 你现在应该适当的 让它运动一下 至于你刚才说的 说现在是不是胃得过饱不行 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你看看你 母牛的小标情怎么样 如果标情好的话 现在不要加大量的精调 特别是玉米面 不要让胎儿长得太大 以免着它难缠 这个时候你可以领它呢 适当地牵出去运动运动 让它锻炼锻炼 经常走一走 这样的话呢 对于你刚才说的 胎一不愿意下 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就是领它运动 也就是说呢 现在让它吃好 不一定让它吃得过饱 同时呢 让它不一定休息好 同时还要运动好 这几点做到一起就可以了 再一个呢 注意眷舍的卫生消毒 特别是呢 现在啊 面临的气候条件 温差非常大 天气变化也非常大 说来冷的一天 冷的要命 突然间又缓过来了 风又大又暖了 这个时候呢 防止母牛造成感冒 这个时候呢 对它整个的分娩前 都有影响 对分娩呢 也可以造成影响 所以说呢 就精心的护理 按照我说的 这样去做就可以了 好 感谢高老师 那么有关近期畜牧生产的 相关注意事项 稍后我们请高老师 逐一的解答 咱们接着往下看 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 和家村建成了一个 以马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为乡村文化旅游融活 增光天才 李赞是双阳区 龙瑞泰汉血宝马 养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从喜欢马 到做成冠鱼马的产业 李赞付出了不少心血 为了推广马文化 他建造了一个 面积660平方米的 主题博物馆 马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分支 它包括了人类对马的认识 训养 使艺 以及人类有关马的美术 文艺及体育活动等内容 收集了一千多本 关于马 饲养 防病 还有这些经济 之类的书 有很多书都要失传了 为了把马文化融合 进乡村旅游 李赞以汉血马文化 为中心点 把马文化园区 打建成马文化公园旅游景区 和周边村镇合作开展 乡村游 李赞告诉记者 公司向周边村镇提供马匹 并由农户饲养 最后以一万两千元的价格 进行回收 这样既可拉动 当地的村集体经济 又调动了周边人 养马的热情 以马文化为主题 开展乡村旅游 打造特色小镇 是乡村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的体现 对双阳区太平镇来说 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当地政府给了极大的支持 现在已经把它纳入到 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 乡村文化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 一个平台之中 我们就想把它这种文化 这个发扬广大 打造成我们 比较有传统 有文化 有汁汁含量的科普基地 高老师 在咱们省发展 羊马产业前景怎么样了 羊马产业 咱们省现在 也确实在发展 对于马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一直来为人的生活来讲 原来比如乘用 晚用 用的很多 那么对现在来讲 因为社会发展的比较快 那么现在马 主要有这么几大用途了 第一个 赛马 第二个是娱乐用的 观赏马 第三个 就是我们说的实用马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娱乐方面 那么就是你这个马 是出去当赛马用 还是呢 大家在我们特色小镇 出来之后了 因为小孩啊 或者年轻人 包括一些老年人 都说什么呢 哎呀 这个马一看着就想骑一骑 可能要乘用一下 那么这些东西 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很有前景的 并且也非常受欢迎 现在呢 我们还到一些公园 到一些旅游点的话 都有呢 说得要骑骑马 是不是呢 特别小孩照个像 都挺好的 那么呢 现在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马在 你研究它不同用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什么安全 就是呢 你这个马要是 如果说真要能够乘用的话 生人继续乘用的时候 你能不能保证它安全 这就要求我们驱马师 一定要挑出来 这个马 确实能用的马 再让客人再上骑 否则的话 尽量把这个免跳 好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 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这位朋友您好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我家养了三多只 这个奔鸡散养的鸡 最近现在就像远皮蛋 想问问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这个鸡在哪儿养的 是在屋 在我屋里头 舌里是养的 还在外面散放的 就散养的 散养的 晚上怎么办 三多只 最近两天就像远皮蛋 我说你这个鸡 你晚上放在哪儿啊 有没有暖舌啊 那我不知道啊 那你家养的鸡 在晚上这些鸡都上哪儿了 刚老师呢 如果说晚上的这个温度过低 会对鸡的产蛋造成影响吗 晚上过低的话 它要消耗很多 它身上的能量 再一个呢 它饲料再不全价 就造成这种软皮蛋的出现 软皮蛋有几种出现方法 一个我们叫眼蛋 说虽然样成功了 但通过惊吓 或者就我说的这种 天气变化非常大 下软皮蛋 再一个呢 就是营养不良 造成的下软皮蛋 比如缺钙了 是不是 他说那我的饲料当中有钙 有钙了不但 你这个阳光光照呢 现在呢 你要在这间房子 现在天短了 我们要求鸡在产蛋的时候 它应该达到 14个小时到15小时的光照 现在我们一天 就12个小时光照不到 它呢白天也没有舍 白天出去了 晚上回来了 光照不够 也照样下软皮蛋 所以说 他要找到这个原因之后 你再如何处置就好办了 好 感谢高老师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面对玉米价格走势 应该何去何从 是卖还是等 粮食放到了储粮仓里 真的就可以高枕无忧吗 如何理性看待 玉米价格走势 明日节目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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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到中雪转晴 零上二到零下九度 白山 中雪转多云 零上二到零下十一度 延吉 宇家雪转多云 零上二到零下七度 长白山池北区 中雪转小雪 零上二到零下十一度 粮食主产区天气预报 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 小镇雨 零下六到零上六度 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 多云转晴 零下十七到零下五度 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 晴 零下十七到零下七度 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 晴转正雪 零下十九到零下十二度 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 正雪转晴 零下十九到零下十度 好 我们再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各位朋友您好 各位朋友您好 请讲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我的牛吃了玉米棒 然后那个不倒酵应该咋整 吃了玉米棒吃了多少 不知道 就是散放了以后 地里有那个小的玉米 看它胀不胀肚 不胀肚 你不胀肚不是吗 它不倒酵呢 一个 你因为你现在不知道吃了多少 如果吃的过多了的话 我们应该先让它排出去 如果吃的不是十分太多 你现在可以给它点什么呢 给它用一点胃动力 就像健胃伞之类的给它一点 同时给点益生素 这个时候现在就把料给它往下撤一撤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把肚里东西先排出去 是最理想的 好 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各位朋友您好 就是下完毒这个扎着头裂呀 牛毒一滚呀 什么事啊 你这个就是没保护好 那应该才是什么措施呢 你上面的药店呢 专门有护乳头的这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就是抹的一些霜类的东西 在牛吃完之后呢 把它擦干净之后 把这个给它抹上这种药膏 还几天就过来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微信平台长领的朋友说 我家牛啊最近有垃圾的情况 用过药了也不见好 体内体外也驱过虫了 牛呢在外面放养两个多月 最近才喂料 那垃圾和喂料有关系吗 应该用什么药呢 他说这种垃圾应该是属于阴急性引起的 他一直在外面放牧 并且呢这个时候精料没有补 突然间回到蛇里之后 进行补精料 如果精料呢 可能有一些豆腐啊 或者什么东西 不好消化 这个时候呢 它不是不好消化 因为它呢 胃里它的功能还没有那啥 造成了阴急的现象 所以说呢 它给药了 给什么都不好使 没有用 因为它不是那么引起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建议它喂一点益生素 再一个呢 就是在补料的过程当中 要勤天少给 不要一下给的太多 这样的话呢 就能缓解过来了 特别喂一点益生素 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 下面是公主领的刘海君 说两个半月的小牛犊用蛆虫吗 可以打口蹄疫苗吗 两个半月的小牛犊正常来讲是用不着蛆虫的 特别是呢 我们一般蛆虫都是春秋两季在蛆虫 它如果这小牛犊都没有发现 说在里头鸡成虫什么牛就不要去了 至于育脑来讲呢 我们正常来讲呢 两个月以后基本可以注射了 但是呢 能拖拖一点 时间稍微再让它再强一点的话 因为现在天气变化比较大 等天气稳定下来之后再做也来得及 但是除非出现特殊的疫情了 毕竟前提性免疫 那是另一回事了 好 下面是黎叔的朋友 说母牛喂煮熟的豆腐渣饮豆腐浆可以吗 对孕牛有没有影响呢 母牛饮豆腐渣可不可以呢 熟的可以 但是不能以它为主 食杖的给一点就可以了 他说的喂的豆腐浆实际不是豆浆 我觉得应该什么 做完豆腐压完之后出来的豆腐水 这个水呢 可能认为里头是不是还有点营养啊 还有什么东西 特别冬天的时候温温乎乎的 但是我建议这种水能不喂 尽量别喂 特别是呢 有的时候呢 时间稍微一长 它就有一些酸味了 就容易造成危害 特别我们做豆腐的时候 豆腐包 豆腐包呢 你如果当天不洗干净的话 第二天拿了就有了酸味 那豆腐都有味 所以这一点大家还要注意的 豆腐水能不喂 尽量别喂了 好像没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